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这个玩意挺有意思的 就是人家这个姑娘还很敬业 就是道歉 我跟你说文道 我现在在操劳国事之余 我如果是闷的话 我有一个娱乐 就是看那个新闻后边那个跟帖 我觉得那个是最好的相声 我就哈哈大笑 特别有意思 你看 我今天还 就是他这个道歉 说对不起大家 我口误了 我以后一定加倍努力跟人家工作 怎么怎么着 然后你看 你说道个这笔欠 我顶你 你说的没错 像你这样敢于说实话的人 太少了 我们都顶你 菲律宾几千年前 确实是中国领土 说没错 继续说 日本韩国也是咱的 我们不怪你 我们要奖励你 你看 你看这个事情啊 就是反映民间的这个情绪 情绪 所以小木啊 你可以给我们带来 就是说钓鱼岛 食言生态狼 说筹款要买钓鱼岛 这个在日本是个极少数人的一个心态 还是在日本现在挺火 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响 你想到昨天 我查的是已经有三亿多了 三亿多是什么 他募捐 日元 日元他募捐日元 他五天是七千六百万 所以说明他得支持他的 因为他东京都不能随便 把这一笔钱拿出来的 他通过募捐 所以有其他的市长也支持他 包括他儿子本身是自民党的 自民党的干事长 他们之间在一年多的前 就讲个什么呢 他不单纯是一种民主情绪 要跟中国来抢 这个地方还不是 我觉得这个比较 就是这是一部分 更重要的 因为在东京都还有一个岛 叫小立元岛 在去年十一份已经被世界遗产 对 那就属于东京岛 东京都的 隔着太平洋很远一个岛 那他以这个为范例 如果把这个钓鱼岛也买下来的时候 东京都买下来 他也可以作为一个世界遗产 多大一个名声呢 他全世界都知道的 他作为理由开发 这意思不光是说作秀 他不单纯是那一片的海洋的资源的问题 东京都他不考虑这个问题 他考虑到 他真以为他能得逞吗 中国在这摆着呢 那是 但是他觉得他在国际法上面 他能讲得过去 他觉得 因为他毕竟管辖的已经快七十年了 文道怎么看 我觉得 当然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钓鱼岛 这个地方 现在很大程度上面 你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都说是中国领土 但是实际上在那个地方 经常在上面修建东西 经常控制住那个区域的 确实是日本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就为什么这么过去这么多年 当很多的议事 说要去那边宣布 这是我们的主权 要宣示主权 要跑到这个钓鱼岛上面 结果后来都有点 好像被人赶回来了 或怎么样 就一直以来 就中国政府也好 台湾政府 就包括台湾地区的政府也好 在这个事情上面 显得很被动 特别在中日建交之前 没人提这个事情 太被动了 都没人去 你看日本的北方领导 北方四岛 他这几十年也是被 都是在管理 对 他有个就在国际法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他已经管了几十年 所以他日本人 也不能派军队去抢他 也不能去打他 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很复杂的 这十元圣太郎 在日本得人尊敬吗 你想他连选了几次都当之士 四年一次 这已经他等到下次 毕业 好像三次四次了 四次了 这是第四次 他不需要选举 他就头一天 拿个迈克在那个车站 讲一次 就高票当选 为什么 说明他有 他得他的 民心的一面 太多了 所以你看 咱们这边看到 对他的报道 感觉这人是有点半方式的 一个丑 丑角式的人物 可是实际上 就是还有免疫基础 那当然 是吧 所以他有时候 他有他 在他那个地方 存在的合理的 一部分的一些因素 在那里 而且十元 因为在日本 从来就是名人 所以十元一开始是作家 对很有名 他是那时候 写太阳族 他跟我要写那些 设计文学的 对 他这个存名的 然后当年呢 他是 因为我们要了解 日本在战后 到了六十年代左右的时候 有一批作家出来 主要是跟三岛游记服 走得比较近的那批人 他们那批人觉得 当时日本的民族精神涣散 觉得这个国家精神空洞 物质高度发达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说 年轻一代 他们心灵该寄托何处 那么那时候 就在他的小说里面 创造出一种人物 角色叫太阳族 那当然这一派 向来都被认为是偏右翼的 比如说跟他同代的一些人 像大江建三郎 是非常讨厌他的 因为大江建三郎是左翼的 对 是反战的 是和平主义者 那么两派是一直在争斗 但是日本过去几年看到的迹象 就是右派这一翼是成为主流 而且你说不管左翼还是右翼 我觉得他们某种程度上讲 都是很强调精神的 尤其是发展到极端 因为你刚才讲这个大江建三郎 所以我也是注意到 石元实际是一文人 没错 对吧 这个文人 你看你注意到他的这个关系 他总是说 我跟三岛游记夫是好朋友 可是当然三岛游记夫没有承认 当然三岛游记夫说 我在日本文坛 没有好朋友 但是至少石元圣太郎觉得是 他是继承他 我们是一波 俩人说的话也非常的相像 你看这个三岛游记夫 咱们这个咱可以看看照片 三岛游记夫是日本这个好家伙 他因为个矮 有人说就练健美 他是故意练的 故意练就是这样的 三岛游记夫 最后就是剖腹 剖腹自杀 你再看他第二张 有一个日本著名摄影家 给他拍的那个照片 你看 实际是个小矮个 但是据说他感到很自卑 所以就一定要练成这样的身材 这个三岛游记夫 到时候干了一个 就是当时一个荒唐的事情 跑到日本自卫队 一个什么总部 然后呢 其实就叫不合时宜 是吧 跟着几个人 拿着什么名刀 叫官孙六 然后冲日本自卫队发表演讲 说你们要跟着我 造反 然后你注意到 他当时说的一个话 他说 日本现在陶醉在经济繁荣当中 洋洋得意 可是日本的精神完全完蛋了 精神彻底贫乏了 我们还有救吗 他发出的是这种声音 后来底下的人嘲笑他 谁谁跟你要造反的 然后他就进了屋 酷斥一下子 自己弄 然后让他同性恋伴侣 借错人 他砍了三刀 他把脑袋砍下来 极度痛苦 把脑袋砍了就那样自杀 这三代有几负 好 可是你看啊 这个石元圣太郎 我觉得都挺奇怪 他们文人是不是挺爱担心精神的事 石元圣太郎最多说的 也都是说 说日本完蛋了 他实际很悲观 你看 他说日本的国民性 现在说 日本对谁都不可能构成威胁 说甚至说那种很极端的话 说日本现在的国民性就跟狗一样 说完全是个人主义 享乐主义 消费主义 我觉得这跟讲中国一样 我正想说这个 物质主义 说我们日本的这个精神 没有 何在 我就想到 其实中国也有一些文人 或者说左派 也爱这么说 这不叫左 这种想法是一种很典型的 极右派将要出现的一个真相 当年纳粹德国出现之前 说法是一样的 一样很多人说 我们德意志精神民族 已经涣散了 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完蛋了 怎么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类人的说法 通常是讲是说 现在物质生活很丰富 但是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社会问题 比如说贫富悬殊 日本也是一样 然后说到很多年轻人没有出路 那同时又说到我们这个国家 现在没有一个信仰了 那么他们通常这种右翼的说法 很喜欢讲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他接下来很容易就会过渡到国家主义 当年日本的国家主义出现也是这样 他为什么会过渡到那边去呢 所以你说我们没有信仰 我们没有精神 但是请注意 在这个年代 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 就不是以前 比如说整个国家信一种宗教 没有国教的年代 你说有什么东西 可以团结所有的老百姓 说有一个精神信仰 我们总不能说全国人民一起 四三亿中国人一起信上帝 也不能说一起信这个 也不能一起说信那个 那过去我们都一直信奉马克思 那现在这个恐怕也很难说得上 那日本也是一样 在日本他有 他有很多 比方中国传给他的福教 他有神教 对神道教 对 但是那个神道教很独特 日本的神道教在明治维新之后 才被大力的振兴为国教 那样的一个感觉 把佛教压下去 他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出现 所以这种说法到了最后 你要找一个共同的信仰跟精神 那必然就是要只能信仰一个东西 那就叫国家 其实本质上是一种集体主义 对 是集体主义 所以他们就讲 我就觉得人类社会里 好像不管哪个民族 都有这么一种人 对这种人我常常是敬畏 你知道吗 你就离他们远点 但是呢 当然有的人是给世界帮上忙 我也很尊敬 但是呢 这种人简单来说 就咱们说的这个铁尖单道义 他这个啊 当然是某种程度上讲 历史也可能就是由这帮人推动的 就是他觉得他啊 对一个对你们都有责任 国家民族 沦落至辞 对吧 甚至这些人可以去死啊 你包括你像 我认为咱们的嘉宾那个嘉藤 那个小伙子 他有时候都有点 这个就真是日本人的范 敌人跟我说 他说我觉得我为了日本民族 我可以去死 你说现在一八零后 咱们这样很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2012中国经济指标 一月不如一月面对内游外困 中国红条还有什么法宝 希腊危机牵动欧元纽欧盟 甚至引发货币战争 希腊的蝴蝶效应会如何发展 石骑兵为您深入分析 马英九第二个四年困局为何 机会在哪 他的历史定位该如何求索 韩寒首访台湾 博客维闻引发众议 台湾为什么是台湾 石骑兵为您解读 石骑大财经 星期四晚上 凤凰卫视中安台 我就跟说你们是铁尖单道义 我是肉尖单淫欲 咱们就是凡夫俗子 但是我就注意到 你刚才讲这个作家 我为什么讲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曾经有人说村上春树 说他受这个三岛游济夫的影响很大 但是村上春树本人他其实很讨厌 他很讨厌 他说我跟三岛游济夫这一套 完全两路子 包括也就是说跟石垣圣太郎这一套 都是两个路子 村上春树是什么 他们那一代人是什么武士道 爱国主义 是这些个东西 但是村上春树说 我这些种就典型的 他说我就喜欢美国文化 我就是美国文化长大的 我听着美国歌 我弹着美国琴 读着美国英文书 甚至我都想尝试拿英语写作 你看他就是另一代长大的 所以我想提出一个 跟你刚才说的不一样的想法 你说左翼也很容易变成是这样 其实恰恰相反 真正的左翼 是特别困难的地方 就在于他面对这样的潮流之前 他特别讲究冷静跟理性 比如说现在日本的左翼学者跟作家 面对这样的潮流 因为这样的潮流很诱惑人 很诱惑人 一天到晚就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不团结了 我们是不是没有精神信仰了 那个魔力很大 但左翼讲的是什么 左翼说千万不能相信这一套 我们要冷静下来 想想看今天这个社会结构的问题是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不要相信一个空洞的信仰 不要崇拜国家 不要迷信国家 要回到每一个个人 当他这么讲的时候 其实他的抵抗的能力是小很多的 因为他对一般人来讲太难了 太没有吸引力了 那所以为什么在德国走向法西斯的过程 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过程之前 这两个国家都有很强大的左翼运动 但是都失败给了极右翼 失败给了纳粹 失败给了纳粹跟军国主义 那日本更妙的是什么呢 因为日本这个国家主义啊 他还直接就是跟神道信仰相关 因为你一说我们要国家有精神 那个精神是什么呢 那你就很自然就演变成天皇崇拜 因为天皇是神 他不是人 他这个神格来自哪里呢 是来自天造大神创世以来的一个精神传统 那于是你这个宗教化变得格外容易 你觉得日本人还有可能重新兴起什么天皇 即国家为了天皇去干什么 但这个倒不可能 这不可能 因为他只是一个装饰 但是呢他从一种表面上 需要他去做一点这种外交的事情而已 其实这些民众对于天皇 已经不是像跟他的生活没什么关系的 我觉得他们现在为什么 你像这个神仙台呢 他其实就是个极右翼 他可以写本书 去跟每个人说no 是他写出来的 对对对 咱们是跟他学的 中国可以说不过极右翼 很多年前他就说 跟美国说no 他就是个极右 他是为他自己的这个 所以他觉得现在年轻人 要搞原教了 买明包了 他就看不惯 对对对 他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家 他是作为一个文人的一个角度 没错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我觉得有时候把他刻画他像个神魔 这不对 他根本就不是个政治家 你别把他当政治家去看 但他有他的人气 那是他的道理在那里而已 但是呢 就我说那什么意思呢 我就说我在很多这个左翼也好 右翼也好 尤其是在日本人身上 我看到一种统一的什么精神 一种认真精神 就是照咱们这个北京话讲 都是那种就特别较真 你知道吗 就好像你知道吗 这是他们就跟我说 说还是真事啊 说上个礼拜 说日本人 说上个礼拜 在澳洲 撒这个日本游客 你知道吗 坚定不移的这三位大神 按照GPS的指引把车开到了海里 这点精神 就日本人 他就 GPS 好开到海里 引起周围人就围观 在福在陈 租来个车 旅游的 报废 你说杀日本人 他很规矩 因为他那个国家很规范 他都按照他那些规矩 写的那些手册去做这些事情 他们就是这样 我就说他这个精神里的 石原顺太郎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回忆这个大江建三郎 就像你说的 大江建三郎 本来跟他观点是不一样 大江建三郎 是非常反对天皇制的 但是这个范儿 我就说这个人的这个精气神 他说什么 他说本来我们跟大江建三郎 几个好朋友 对当年是朋友 俱乐部里 在喝酒 旁边呢 有个俱乐部的老板 正在那高谈阔论 说天皇啊 如何如何好 石原说 我就一观察 大江就不对了 大江的这个羽毛啊 就竖起来了 好家伙 就摆出一副要报价了 战斗的姿势 酒也不喝了 看着这个酒吧老板 你想他是个著名作家 这有什么关系 一店主是吧 他说我们都知道 拦不住了 接下来就说 大江建三郎 就在那个club 在那俱乐部里 跟这个酒吧老板 最后酒吧老板的儿子 也加入进来 展开了几个小时的 滔滔不绝的 抨击天皇制的这个演说 说几个小时之后 他的酒也完全醒了 完全醒了 然后就说 他就说反映这个大江建三郎的这种人格 他说这个喝大了之后 回了家 第二天下午 他接到大江建三郎的电话 大江建三郎就问他 说不知为何 我刚刚醒来 发现我是在自家的厨房里 昨天晚上我们喝酒 我没有失礼之处吗 哈哈哈哈 连三哥没理大 诗言说 这个就是说给我一种 就是说这种性格 给我一种特强烈的印象 你知道我说的就这意思 就算他左翼也好 右翼也好 怎么咱们感觉 都是这么一些特轴的 你知道 就是跟你 就像个风格一样子 跟你较劲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传厂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宝洞藏 红花薄色 我好奇 就是说日本 其实还有另一种路数 就觉得他们这种 讲精气神的之外 还有很多是抨击 现代日本官僚 财阀什么 说日本社会不行了 要再次改造 所以日本这几年 不是很流行 版本龙马吗 对不对 重新喜欢讲 版本龙马 版本龙马是日本大名人 就当年维新时代的 一个烈士 就是为了维新 最后被幕府那边的人 给暗杀掉 然后还列出了很多 将来的基本国策 什么 这一个文人武士 小权纯一南就最崇拜他 对 版本龙马 很多人都说 现在日本 还有另一批 这种政治明星 就大阪那个 都知识 大阪市场 板下 板下 他说什么 要学版本龙马 他要学版本龙马 而且他在很多理念 跟孙生的男人是一样 也是 对 也是 而且他说对这个历史问题 他在他自己的博客上写的 就是说对日本的清华历史这一段 好 他说坏的我们要承认 我们要讲清楚 跟周围 我们好的 我要告诉我们下一代 我们要好的一面 他觉得他们是亚洲 是从美国和那些西方国家救出来的 是他们救出来的 所以他有这个理念 就现在这个新的市长 那么是 所以他在有些历史问题 他跟这个 在刁鱼岛的问题上面 一直上是一样 但他对外交 他比较 比较低调 比较低调了很多 而且他说这是国际问题 外交问题 我们不能随便的去断论 就是当实际上 在美国发表演说的时候 就像在这一点 他现在是很有名的政治明星 对 非常人气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马上就要中院选举了 把这个桥下和实际上来捆在一起 所以他们就是为了要搞选票 这也是很重要一点 所以这次一定要很快 把这个钓鱼岛的事情没得解决 你说这真能付出实刑吗 那当然啊 这是发展下去 我觉得很有可能 那就中日必有一战了 对吧 那先把菲律宾那战线打 打很多战线 因为那个比我们的 因为他也搞了很多年 日本的海军很厉害 但是 日本的自卫队 对海军 他的那个航空母舰日向号 就我有个日本名字叫日向一样的 日向号就是准的那个航空母舰 所以假装不是航母的 所以日本民族这个戾气啊 就千万别掌握在狂人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就说人类社会里有这么一种人 你看希特勒 我那天啊 我以前跟你们讲过 他临死前的遗言啊 你应该了解希特勒的这种人格 我认为这种人格就叫震其国家 就是说我就是国家 他说我死时充满喜乐 深知我军民同胞 以成就丰功伟业 并以我之名立下千古奇功 当时苏联红军打下柏林 他就他就在说 你们都牺牲了 以我之名 然后你看 在临死前 他怎么说德国人民啊 他说如果德国人民 不再有牺牲的准备和决心 不愿以自己的血捍卫生存 他们便死不足惜 注定要被其他更强的力量消灭 果真如此 我不会为他们流一滴眼泪 你看这就是希特勒的情怀 这玩意儿也是撞坏激烈 可是这里边隐藏着很危险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让人情绪激动 讲牺牲 讲撞坏激烈 我都是很本能的抗拒 我觉得这里面 但是他风有诱惑 特别能忽悠人 对绝大部分人来讲 对这种东西都是没有免疫能力的 对 然后面对这种潮流的时候 你要跟老百姓说 我们要尊重个人的价值 对 我们不要变成一个情形 对 不可以这样